十月怀开,妈妈变成谁统腰?大饼脸,但是在十月均心里是最美的。 谢过之后,妈妈们都想拥有A次腰,妈甲谢,然而有时候方法不对很容易掉进坑里。 越减越肥,感觉脂肪跟不要钱似的,老往自己身上贴,不知道下面几个误区有没有妈妈掉进去过。 一,产后,不用减肥药或减肥肠,这是目前应用般来较广的一种瘦身方法,通过抑制食欲或增加排泄达到减轻体重的目的。 但是并不适合产后的妈妈,很容易造成新妈妈身体失调。 二,贫血的情况下仍坚持瘦身,有的妈妈产后贫血,身体虚弱,这种情况下要调理好身体在瘦身。 二,认为母乳胃养可以瘦身,所以放弃瘦身计划,母乳胃养确实会消耗新妈妈的热量。 但是如果不配合饮食和运动,母乳消耗的能量很快就会不回来,有可能不受反胖。 那新妈妈该如何瘦身才能使半功倍呢? 一,抓住和事时机,刚生产完就开始瘦身,体质会随瘦身进程下降, 精神也会变得违离不振,太晚瘦身则会错过最佳瘦身时机。 使瘦身变得困难,一般产后六周,亲妈妈的身体基本恢复。 因此,瘦身可以安排在产后六到八周开始,需要多种方法相结合。 运动饮食爽缓齐下,注意了无论哪种方式,都必须在自己身体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进行。 二,合理饮食,我们不提倡产后结实重生,很容易造成营养不足,体质下降,贫血。 妈妈可以制定减肥食谱,必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。 雷生素和矿物质保证营养量均衡,可以多吃鱼,少吃肉,用水果代替零食等。 三,运动,这是最有效,最健康的瘦身方式。 一方面要适量,适度,避免高强度,高难度动作。 一方面不要招搭别人,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 要根据自身的特点,适合适合自己的瘦身项目。 每天一到两次,每次30到40分钟。 如果出现劳赖,身体不适,应马上休息。 产后受身要心知坚定,长期坚持。 三天打流两天赛望怎么变辣妈妈。 为了自己的A41,马甲献大家一起努力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